上個月或者今個月被人問得最多的就是 香港樓市是否在局底 香港切完辣後多了一批實力紅厚的內地買家 這個是好視你整個市場環境變好了 很多業主可以脫貨 還有很多新盤可以賣貨 經濟或者整個房屋市場都有利 經過三月的一輪爆發 四月相對來說都平靜了 切完辣後等到今時今日都仍未動手那幫買家 第一就是找不到心目中的順盤 第二就是在數據下 作為他們投資參考美國的CPI指數 中文就叫做消費者物價指數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通脹 美國在2022年的6月 CPI去到最高位9.1 之後就開始了加息休息 然後將CPI壓到現在的水平 接近3.5都是高過它的市場水平 美聯儲那邊都希望壓到CPI 變成2%到2.5% 所以它還有一點差距 CPI的報告是未來5月1日 未完全開會之前最值得參考的報告指數 所以基本上你預計5月不會減息 6月都很微 我覺得如果按照情況發展 9月都未必會減息 反而有機會過完大選 即過了11月後才會有新的改變 這個減息的週期應該還未開始 甚至會通過到下年才開始 看著整個行程是怎樣發展 上個月或者今個月被人問得最多的就是 香港樓市是否在局底 我沒有水晶購 我不知道這是否在局底 但我知道一件事 遭受比真的去到3厘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然後有些人說 香港樓市還會多插20或者30 我覺得可能性是相對微的 其實香港現在的經濟數據 還有沒有再差? 有的 如果失業率爆出來 香港會再下一層 但我看最近香港的失業率 其實都維持一個比較良好的水平 甚至有些工是因為找不到入花 如果你說再下5% 有機會 所以在我角度 你輸的可能只有5% 但你贏的可能 就有機會回到2019年 其實都有十幾個%的升幅 即是潛在升幅 當然你都要選一些比較好的貨 去買 不是市場上什麼貨 你都買 你要選 至於怎樣選擇 就各思各法 也有九句 其實問得我 香港樓是不是一個局底的責任 其實他們心裏面有百邪 只不過他希望有人給他信心 推動他去入市 保守一點說 你覺得香港樓市還可以跌多少? 我自己估計 如果再跌的話 應該大概是5%左右 之前沒有設立 這個資金是應該撐不到樓市 樓市應該會跌下去 但有新的資金撐住樓市 現在是被人撐起來了 你看回中月指數 或者未定指數 指數是一個很反彈的反彈 在我角度 應該維持打橫行 保持持久 直至市場 減息樓市 反彈上來的可能性 是極高 我只是這樣看 至於你有什麼看法 可以告訴我 今天時間就有這麼多 我是Lawc希望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